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上年10月时 已经开始研究 如何可以网上教育 而这次疫情加快了我们 去推出这个 我们叫e-dance 这个网上教育的机会 所以 在疫情一发生 我们就在很短时间 我们的同事日以计夜 就立即推出一个e-dance 家长和学员和小朋友 可以在家 不用上学的情形下 也可以跳舞 做得运动 开始的时候短短有 我没有记错 应该有百多个学生 到2W有接近一千个 我们的目标 就是去到5、6月的时候 有2,500人 这就是我们初期的目标 农历年最爆发 应该是初三、初四的时候 当时我们已经用了百多个小时 立即搞定 当时是一个初刑 现在就占入街景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apps 非常时期用非常时 比较为其他业界走走一步 就算我们有些学生 有些学员的家长都说不行了 他们一定要面对面跳 跟政府推出来的就是小众去教学 所以我们每一个班都是 一加三一个导师加三个学员 而下一个部署会推出来的 AI的一个培训 能够用一个人工智能的方式 去判断这些学员 他们学跳舞时的身体机能 肌肉的发展 另外他的动作做得很不好 音乐感强不强 能够令到学员在跳舞方面更加进步 很短时间我们也订了一批 人工智能的温度探测器 这样可以不需要 独立面对面 拿着枪指去听舞发烧 这个可以说是香港第一个有的了 如果在发展方面 在新加坡发展我们的幼儿教育 而这一次疫情 影响得最少都是新加坡 因为在新加坡 反过来的父母 是宁愿一些小朋友 在一间很安全规管 做得清洁特别好的一些幼儿园里面 去度过他们全日的时间 就比在家里或到处走就走去 另外一条战线 就是去到澳洲 发展成人教育 正业学院和一个语言学院 其实这一次疫情 我们不敢看到是会多久 我们的同事 我们管理层 包括黄泉在内 都会做出一个相对的 譬如担心的效应 亦都受到我们的同事 个个都支持 因为他们都很上下一心 希望我们一起 集众人之力 去度过这个关 一定是同住一起去 你宁愿收少一点 都比有一两个没得收 我也希望这个疫情 真的要发辟过 香港在过去经历了这么多事 到现在 受了双重三重四重打击 我觉得香港人 包括我们的同事 香港人整体 整个香港社会 都应该要齐心合力 去对抗这个疫情 艰难的时间 就不会是很久的 但是坚强的人 才站得好稳 那么怎么了 感谢观看